这是一条文化走廊 各民族文化、信仰在这里交织、碰撞 这是一条景观走廊 齐连山的冰雪融水滋润着这片土地 荒漠戈壁也在这里留下了痕迹 这是一条通往世界的走廊 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 中原与西域的连接从这里开始 河西走廊一个遥远却又吸引人的地方 它是我国最重要的走廊 也是中国拥抱世界的开始 河西走廊很长 有人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它 我们走了一个多月 也只欣赏到它的半数精华 河西走廊又很短 走上连货高速 两天就能够跨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 所以河西走廊该怎么游览 完全要看游客的心境 河西走廊以它独有的魅力 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 是一个让人来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甚至于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 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那么当我们真的来到这之后 该如何去游览这条伟大的走廊呢 河西走廊东起乌烧岭 西至古玉门关 长大约一千公里 位于齐连山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 是一个城西北向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 因为它位于黄河以西 行武走廊 故名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在地域上涵盖了如今的河西武士 武威 金昌 张叶 九泉 嘉玉关 我们在河西走廊的旅程 也将会围绕着这些城市展开 每一座城市呢 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游览 我给大家把所有的景观呢 都进行了分类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进行连线 然后就组成了我们接下来 想要去游览的这么一个线路 如果你也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给我个一键三连吧 首先呢 我们就从文化的角度出发 河西走廊是各民族不断地碰撞和融合的一个重要场所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呢 各民族共同地去开垦了这片热土 也成就了河西走廊上璀璨的文化 乌孙 匈奴 回湖 土余魂等等 都曾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随着民族的变迁 政权的更迭 各种文化 便在河西走廊上生根发芽 河西走廊又被称为石窟走廊 来到这里石窟文化是不容错过的 每一座石窟都见证着佛文化在河西走廊上的发展 五威天梯山石窟 张叶宿南马蹄寺石窟 张叶宿南的文书山石窟 九泉瓜州东前活动 九泉瓜州榆林湖 九泉敦煌高湖 九泉敦煌西前活动等等 每一座石窟都各具特色 也都反映着不同时期 不同民族的信仰和文化 除了石窟 还有寺庙 存放着伟大翻译家 揪摩罗石舍舍利的五威揪摩罗石寺 有着庙学合一 文昌公与孔庙 合而不同的三足鼎立格局的五威文庙 见证了西藏 第一次纳入中国版图的五威白塔寺 有着梁州瑞相传说的金昌 永昌圣荣寺 以及供奉着亚洲最大室内卧佛的张叶大佛寺 走进不同的寺庙 我们了解到的是一段段璀璨 却又让人感到陌生的历史 多民族的融合碰撞 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权的变革 也是一座座古城城堡的兴衰更替 有着赛上故宫之称的五威民秦瑞安铺 饱受争议真相扑朔迷离的金昌永昌离前古城 几经繁华如今还能捡到古董碎片的张叶黑水国遗址 我国宝村最完整的魏晋古城 张叶高台县的骆驼城 玄奘蒋经的九泉瓜州索阳城遗址 传说中樊丽花的城堡 九泉宿北石包城遗址等等 这些古城遗迹的保留 对于游客来说是一种能够走进历史的场景 能在固执之上感受曾经那些年代的繁华兴兽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多个朝代的边关之地 来到河西走廊 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曾经的蒸容岁月 还能听到曾经的镇镇驼灵 还能了解到汉唐时期的民族自信 历史的风云在这里翻滚 边塞的豪情在这里涌现 从历史风云的角度出发 河西走廊上的各个年代的长城遗迹是一大看点 我们站在长城脚下 就能感受到古诗词当中的豪情和悲传 河西走廊的东端起点 五围天柱乌烧岭 不仅是多个历历要素的封建 更由我国海拔最高的两条长城并立而行 继续向西 我们会来到汉代中国版图最北端的关口 位于九泉金塔的尖水金关 这里属于居炎遗址的一部分 尖水金关和东西大湾城都值得我们看一看 曾在这里出土的大量的汉代竹简 也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当时戍边战士的圣火 以及军队当中的严明的规章制度 再往西到达了明长城的西端终点 嘉玉关 了解了嘉玉关 全壁长城 天下第一端是如何构建起的防御体系 也就明白了这里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端 昌迪河须院杨柳春风不住玉门关 劝金正经一杯酒吸出玉关的狐狐 这两首耳熟成详诗 是吸引游客前往玉门关和玉门的主要领域之类 在茫茫的沙漠戈壁之中 玉门关 玉门经过千百年的风雨行驶 已久已得到旧 虽然别人一种孤零零的道具 但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顺说着曾经的回望 其实从雾烧岭开始一路向西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长城 关口 风鞋遗址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然后去追踪个游戴 除了长城之外 在河西走王上还有很多展示着历史的地点 虎威的擂台汉后 背后远远的铜车马也叫做 超高功力的铜车马 都在侧面展现了大汉强盛的功力 张叶山丹的皇家军马场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马场 因为拥有的山丹军马场 也使得汉朝在占领了河西走王后 如骨骗 九权的西汉九权盛计 霍继币打了身杖之后 汉武帝刺者 霍继币把九道的泉中 与将士共铭 九权之名也随着此处 九权玉门的山丹城 是嘉义关外第一个茶马故事场所 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军事要敌和重要的一战 这个山丹城呢 是一直沿路到了清末时期 再往西到了瓜州和九权的交界处 火焰山前的玄泉寺遗址 是西汉时期的服务区快鱼站 走在遗址旁仿佛看到了明年的生活场景 除了众多的人文景观之外呢 河西走廊上的自然景观同样精彩 一望无际的荒漠割离 让这里充满了荒凉感 而齐连山的存在又给这里带来了新的神迹 齐连山的冰雪和水滋入出一片又一片绿洲 雪山 森林 草地 河林 与荒物人烟的沙漠割离相互交织在一起 别人一种冰火两成天的感觉 有些人文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景观 更是让他们感觉到白 虎为天柱的御宫和张叶山的严治山 张叶棉乐的严渡横 也是当时张千柱是西域的故事 张叶的各种丹霞景观 张叶肃南的巴尔斯雪山 九泉金塔的胡瑶民 九泉瓜州的大地之地 海市善虎 九泉敦黄的汉霞玉炮遗嘴 九泉敦黄的蒙沙山 月牙泉 九泉东黄的雅丹弟子姑娘等等 在河西走狼里 我们可以慢慢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绝对是一场大的震撼市局声援 除了这些景观之外呢 河西走狼还是一场能源 矿泉丰富的走狼 金昌灭矿 云门游泉 东黄光流发电等等 每到一处 我们都能感受到国家的强盛 游玩和美食在我们的旅渡当中 是二者缺一不可的 我们刚刚呢前面讲过了 我们可以去选择的旅游景区 可以去参观的景观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来到河西 我们可以品尝到哪些美食 河西走廊上的美食呢 基本上是以面食为主的 比如说五味的三货车 金昌的羊肉店卷 张燕的错面鱼炒咕啦 酒圈的红桌 嘉语官的烤肉 敦煌的鱼肉黄面 夺羊的鱼等等 这些呢都是当地的美食代表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吃的去品尝一下 不过在这呢 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 河西这边的饭菜 它的量都很大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食料 去合理的选择 利品当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 河西走廊上的住宿 在这边啊 它的住宿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 而且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我们一般呢 会首选的就是快捷酒店 它的价格基本上 就在150块钱左右 当然啊 这个价格也会随着 旅游淡忘记的变化而变化 大家如果来到河西走廊 可以适当的放办角度 除了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些景观景点之外呢 每一座城市 每一座城市下辖的县 或者是县集市 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也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游览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